第八百五十五章 新火种子 小炎手掌两寸的地方 微微闪烁的青红光芒照耀在小炎的脸庞上 在那对漆黑毛子中反射出一股妖异的光泽 就在小炎为这枚魔盒而失神时 身旁的紫妍却突然的扯了扯她的袖子 将其从那股失神的状态中惊醒了过来 回过神的小炎瞬间便是将这目光 从这枚切红魔盒之上转移开去 寻技深深的吐了一口气 眼中夺过一门惊染 这该死的东西从里到外透着一股妖异 真不知道这魔兽死前究竟是何等可怕的异兽 手掌一晃 一个透着翡翠颜色的玉盒出现在手中 由于对于这枚魔盒很是感到忌惮 因此小炎并不敢的大意随意触摸 而是使用一股柔劲将魔盒包裹 寻技小心地将之运转到了玉盒之中 玉盒轻轻合上 隔绝了那透着一丝妖异的魔盒 硝烟这才放下那提起的心 手掌一动将玉盒谨慎地收入那戒之中 这该死的东西 将玉盒收入那戒 硝烟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寻技木然发现 自己后背已经被一片汗水打湿 当下不由得有些鱼技的低声咒骂道 光是凭借着一句失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尸体 便是将他搞得这般狼狈与忐忑 这种灵异事件 还是硝烟这么多年以来头一遭啊 心计之余 硝烟又不眠 感到几次庆幸与欣喜 不管今晚经历了多大的风险 可至少这般收获已经足以底偿一切的惊吓 一具尸体而已 竟然把你吓成这副模样 真是丢脸 一旁瞧得硝烟那般神情 子言却是眼嘴偷笑道 硝烟没好气的白了这小丫头一眼 不过想起今天晚上若是没有她的帮忙 恐怕她也只能将这魔兽的一大半尸体动作废物处理 因此也就不计较了 手掌使劲地揉了揉子言的脑袋 说道 好了 事情已经完了 你也该给我回去好好休息了 另外记得 今天晚上的事情不要与别人敌起 虽然硝烟并不清楚 这该死的魔兽究竟是何物 但从今天这种种惊险来看 明显不是寻常之物 此事若是传了出去 恐怕也会引来不小的麻烦 对于这点 紫园也明白 当下也不与硝烟斗嘴 反正她有了那十枚极为锋利与坚硬的骨尖便已是心满意足了 当下点了点头 然后身形一转 背后紫色马外便在硝烟面前甩过 大摇大摆的破门而出 将这尊小姑奶奶送走 硝烟也是松了一口气 袖跑一挥 一股进风将房门紧紧关闭 循迹太时懒散地伸了一个懒腰 经过这大半夜的折腾 对她的消耗可不算得小 当下身形一动便是闪躲上床塔 屈指一弹 房间之中的灯火也是缓缓变淡 一夜惊险这般安然度过 其间虽然凶险 可惧让着硝烟收获其风 第二天清晨紧闭的房门缓缓拉开 硝烟缓不走出 微眯着毛子望着天空上那散发着暖洋洋日光的药日 不由得微微一笑 行至宽敞的院中 体内斗气随着心动运转至四肢白骨 喝 感受着体内那股充盈的力量之感 硝烟嘴中猛的响起一道低喝 身形一动 一套虎骨生风的拳法 被其施展得宛如行云流水一般 没有丝毫的停滞 这拳法虽然算不得什么高深斗气 可在硝烟那寻化斗气的支撑下去依然是声势不小 拳风刮动时将地面之上的枯叶 真的四处飞散 一套拳法如流水一般的顺畅 片刻后硝烟便是收拳而立 不知是否是因为昨天吸收了一口那青红雪叶的缘故 硝烟总是感觉到自己出拳时的劲道 比起以前略有所增长 随着硝烟的收拳 一道拍巴掌声响突然的响起 拳击笑声也是紧随而来 呵呵呵 好凶祸的斗气 即便是相隔这么远 我体内斗气也是被你占得激荡不已 斗狂强者果然名不虚传啊 听得掌声 硝烟目光顺着望去 却是瞧得硝烟不知何时 正笑着站在院门口处 含笑的望着自己 呵呵呵 二哥 硝烟笑了笑 冲着硝烟叫了一声 我看你斗气竟然如此雄厚 想必你的实力不只是斗狂初期吧 硝烟笑着走近 群记略有些疑惑的说道 斗狂初期的强者 他也是见到过 可对方的斗气可不会令得他体内斗气有这般变化 应该算是四星斗狂吧 萧炎随意的笑道 对于萧力他倒是没有什么隐瞒 当然 他这个明面上的四星斗狂 真正的战斗力 却是足以和斗狂巅峰强者相匹敌 甚至在施展一些底牌之后 即便是面对斗宗强者 也是有着一战之力 唯一的缺点 便是每次与斗宗强者战斗 他都必须将这条命给拼上了 听得萧炎的回答 即便是早有准备 可萧力脸庞之上 依然忍不住的多过硬了错愕 群记苦笑着摇了摇头 叹息道 唉 你这家伙的修炼速度 简直能把人给羞愧死 二哥如今也是斗王巅峰了吧 修炼速度也不慢了 只要你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中突破至斗黄 那矢神灯便是能够彻底破解了 萧炎目光在萧力身上扫了扫 以他如今的眼力自然是能够知道 现在的后者已经处于斗王巅峰 与那斗黄层次也是只有这一线之格 嗯 不过也多亏了内院的天坟练祭塔 我这两年时间中经常去那里地底层修炼 修炼速度比起外面来也的确快上不少 不过可惜啊 后来心火枯竭了 萧力无奈的说道 文言 萧炎倒是有些尴尬 看来此次要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了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每隔一两年便是来内院补充新火 毕竟谁能料到他下次闭关 会不会再闭关几年时间呢 这种事情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看来那新火对于二哥的修炼速度 有着不小的增幅啊 摸了摸下巴 萧炎突然沉吟道 嗯 的确有用 不过纳德在天封殿琴塔最底下一层 再上去点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了 萧力点了点头 说道 哈哈 以后二哥也不用再去那里修炼了 萧炎沉吟了半嗓 突然一笑 玄机在萧力疑惑的目光下曲止一弹 一道无形之火便是鸟鸟的在其指尖生腾而起 无形之火宛如一个细小的长蛇 一般在萧炎之间徘徊 全机后者指尖猛然刺出 最后只在萧力的心脏部位 炙烈的温度散发而出 萧力胸膛处的衣衫直接化为粉末 无形新火触碰到其身体 顿时发出呲呲声响 而萧力身体也是猛然间紧绷了起来 斗力般大的汗珠从额头处迅速的低落而下 不过他却并没有丝毫的反抗 而是紧咬着牙硬扛着那股灼 他知道萧炎是绝对不会干半点对他不利的事情的 无形之火仅仅持续了瞬间 便是直接鬼一般的透过了萧力的皮肤 窜进了其身体之中 而随着无形之火的入体 厚着心脏处所在的皮肤 也出现了一个火焰图纹 随着火焰图纹的出现 萧力的身体也是轻松了下来 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望着胸膛处那道火焰图纹 苦笑道 三弟 你这是干什么 萧炎脸色略有着一丝苍白这色 他冲着萧力笑了笑 说道 这是我使用云落心炎种在你体内的心火种子 日后修炼你使用斗气僵之激活 便是能够取得比天分练剂打底层更强的效果 而且按我所料 这心火种子应该能持续一到两年的时间 而到时候想必你也应该突破之豆黄了 而到时候心火种子的修炼加速效果 则是会变得弱化许多 所以即便是消失也无所谓了 萧炎知道 萧力体内的室生丹并未完全破解 它若是不能在规定时间中突破之豆黄 那么其寿命依然会终结 因此 萧炎也是不惜花费大力气 在后者体内种下了一枚心火种子 如此一来 后者的修炼速度 想必也会加快不少 文言 萧力也是一正 寻记脸庞上涌现一抹惊喜之色 对于萧炎竟然还有着这般手段 它也是颇感惊异 不过想想萧炎体内 有着这种心火阻动的 陨落心眼后 那丝诡异方才减弱许多 哈哈哈哈 你这小子 手段现在真是越来越多了 萧力拍了拍萧炎肩膀 开怀大笑道 萧炎微微一笑 刚欲说话 一名萧门长老却是突然进入院中 瞧得两人连忙功声禀报 两位门主 苏金大长老让你们赶快去前院 他说应瞻老人出城了 听得这话 萧炎眼瞳顿时微微一缩 难难道 终于肯出城了吗 八百五十六章 尾随 大厅之中 戴得萧炎与萧力赶来之时 只见的厅中已有着不少人 甚至连小一心与子言都是已经在其中 苏金黯然坐于大厅中 瞧得那进门的萧炎二人 不由得微微一笑 而一旁早有眼疾手快的侍女 恭敬地将两张空椅子 摆放在首位之上 两人缓步地行进大厅 然后也不客气 静止地在椅子之上坐下 这才对着苏金笑道 大长老 有那鹰山老人的消息了吗 苏金微微点头 缓缓地说道 据先前得来的情报 似乎鹰山老人已经出城了 不过略有些奇怪的是 这老家伙并没有半点 隐藏刑技的行为 反而是从耳目最多的东门行出 如今的这黑黄城内 想必也已经有着不少势力 收到了消息 文言 笑颜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 这鹰山老人究竟是想干什么 在面临着这种虎视眈眈的局面 形势还如此高调 即便他是斗宗强者 可面对着那如浪潮一般的 众多贪婪之人 应付起来也是相当之麻烦呢 难道是诱饵并非真身 消力也是皱眉道 那监视之人中不乏强者 但即便是他们 远远地看见那鹰山老人的身影 都是会有种恐惧的感觉 若是替身的话 鹰山老人总是不可能 再寻找一名斗宗强者吧 真要如此的话 他大可无视一切 直接地离开 两名斗宗强者 在这黑角域之中 可没有多少人敢于阻拦呢 苏仙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难道他还真打算一个人 独自迎对这众多虎视眈眈的 黑角域势力与强者 消炎紧照着眉头说道 以这老家伙当年那狂妄凶煞的性子 倒也不排除这种想法 对于消炎这般随意说 苏仙确实迟疑道 文言 消炎不由得翻了翻白眼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也未免太嚣张了点吧 以他的眼力 自然应该也是知道 在那拍卖场中 可不止他一名斗宗强者 对那菩提化体贤有着兴趣 若说对于寻常人 他还能仗着自己的实力 肆无忌惮的话 可对于这些同等级的强者 他不可能也无事了吧 磨炎谷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消炎手指轻点桌面 突然问道 他们也是知道了 阴山老人出城的消息 如今正掉在他身后不远处 看这般模样 似乎也并不打算立刻动手 苏仙说道 消炎微微点头 沉吟片刻 玄机缓缓站起山来 沉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动身吧 在这里胡乱猜测 也是无据于事 还不如跟在那英山老人后面 看看他究竟打的是什么念头 反正我想 菩提化体贤那么宝贵的东西 以英山老人的谨慎性子 定然不可能交给其他人带走 毕竟他对自己的实力 也是有着相当高的自信 对于消炎的提议 倒是无人拒绝 玄机在萧丽与苏亲大张的命令之下 萧门与嘉南学院的人 皆是开始收拾好一切 悄悄的从后面离开了这所大院 然后迅速的出了黑黄城 沿着那英山老人的行计追赶而去 就在消炎一行人 刚刚出了黑黄城不久之时 他们离开了消息 便是迅速的传到了那黑黄宗之内 黑黄宗的一处议室厅中 莫天行的脸色默然的听着探子的回报 半晌后 微微点了点头 挥了挥手 将之浅去 没想到 这阎萧果然与萧门那群人混在了一起 这可有些麻烦呢 这样的话 他们哪边不是就有了两名斗宗强者了吗 莫天行身后 骑山望着退去的探子 皱眉道 如果不是那阎萧与他们是旧相识的话 那么便是萧门的那群人 将从拍卖场中买到的吃法斗鸡 赠给了阎萧 然后 促成双方联手 莫天行微微点头 脸色略有些不太好看 原本他以为 经过拍卖场的那事之后 严宵与萧门便是结下了梁子 如今没想到 竟然是走到了一块去 那怎么办 如今他们双方联手 实力更强 那破宗丹 更是别想得到了 一旁 莫牙文言 不由得了有些急促的问道 破宗丹 那即便是连七山 都是炼制不出来呀 所以若是得不到 萧门手中的那一枚的话 或许他便是不知道 等到何年何月 才能再次遇见了 急什么急 如今他们已经合作 难道你还能去 把他们拆开不成 两名斗宗 即便是我们也不敢动手 现在便先给我安静的等着吧 他们明显冲着 英山老人而去 但这个老家伙也不是省油的灯 想从他那里夺得福提化体贤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墨天行脸色一沉 呵斥道 被墨天行一顿呵斥 那墨牙也只得咽下满肚子的怨气 兴兴的不敢再多言语 宗主 我看这英山老人 也是有些不太对劲呢 以他那谨慎的性子 不可能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城 他应该也是知道 在那城外 有着众多强者在等着他呢 齐山皱着眉头 疑惑地说道 这老家伙 素来谨慎狡诈 自然是不可能干这种事 墨天行脸色浮现一抹 意味浓郁的诡异笑容 轻声道 瞧得墨天行脸旁 那么诡异笑容 齐山与玉旁的梦牙 不由得暗自对视了一眼 然而 就在他们想 等待着墨天行说话时 他却是直接闭了嘴 当下那齐山只得小心地问道 宗主可是知道 那老家伙在打着什么主意 到时候 你们自然是知道了 这菩提话体嫌 我黑黄宗可舍不得 就这样地拿出来 墨天行挥了挥手 眼中浮现一抹森染 冷笑道 现在嘛 就看着那些势力 去鹰山老人纠缠血贫吧 人死得越多 就越好 文言 齐山与墨牙面面相去了眼 玄技也是笑着迎合 唉 若非是我黑黄宗 研究了这么久 可依然是未曾从那菩提话底嫌中得到半点那菩提心的消息 定然也不会经着东西拿出来拍卖呀 目光摇摇的望向黑黄城之外 墨天行眉头却是微微一照 森冷地说道 不过不管究竟能否研究出来 能留在自己手中总是最好的 我黑黄宗得不到的东西 其他人也别想得到 一处小山丘之上 硝烟一众人居高临下的望者 那下风的临间大盗 在大盗的一头 一名灰发老者 似乎是没有感觉到 这股诡异的气氛一般 自顾自的缓缓而行 而在其身后的不远处 人影错落闪夺 一道道贪婪活着的目光 透过临间树干遮掩 死死的盯着前方那道苍老背影 不过虽然心中贪婪 在灼烧着理智 但在鹰山老人那恐怖的实力面前 所有人皆是不敢有这半点异动 只是不断地跟随着 不过这般跟随 恐怕随着贪婪的家具 也会瞬间打破 菩提话体前的诱惑 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颇难抗拒 这老家伙竟然一点都不着急 如此不温不火的赶路 岂不是想令得越来越多的人 被陷过来 山丘之上 萧丽望着那临间苍老背影 不由得眉头一皱 说道 萧丽的身旁 萧炎与苏千 眉头也是微微皱着 鹰山老人的遮弯举动 也是令着他们相当疑惑 按照常理 得到了如此珍贵的宝贝 自然是要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这细是非之地 结果这个老家伙 偏偏还要来上演这般奇怪的一幕 难道他真想以一己之力 来抗衡这诸多的黑角欲强者吗 这山林之中出现的气息越来越多 其中不少人都是不属于雍首 到时候一旦有人率先出手 恐怕便是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彻底的引动这混乱的局面 而到时候鹰山老人可就有些麻烦了 萧炎心中想着 目光在周围山林间扫过 突然道 摩炎谷的人哪 应该也是在盯着鹰山老人吧 不过这摩炎谷此次来的人 都是谷中身手不弱的强者 隐藏在这山林之中 也是难以被发现 苏千低声道 萧炎微点下巴 目光扫回下方那林间大道 然后紧紧的盯着 鹰山老人的背影 不知为何 他总是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都说这老家伙谨慎狡诈 但如今这般刑警 可与这四个字丝毫不达边啊 就在萧炎心头念头闪动时 那后方一直跟在鹰山老人后面的人群 突然有些骚动了起来 感受到那股骚动 萧炎目光一转 全记眼神微明 轻声道 终于要动手了吗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